有人說 在半個世紀前 遙遠的群山中 突然出現了條巨大的白蛇 他 有雙深邃 同時神秘的眼睛 從山腳 他扭動著身軀 一路往山頂爬去 最後用身體 盤踞了整座山脈 沒有人知道白蛇從何而來 最後又去了哪裡 甚至連當地的居民 也都沒人親眼見過他 只知道蛇靈 最後化作了草木 蛇血 化為了溪流 骨頭 化為了礦石 身軀 則成了如今白色的礦鹿 骨頭 這些秘密 完全沒有任何人知道 因為都是我自己唬爛的 反正來都來了 萬一 是真的呢 這個 詞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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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i can't we just stay here maybe just one more drink i can't help but think where have you been all my life lonely nights you were always there at the same damn bar just never looked your way and i've seen every ocean but i've never seen a color of blue look into your eyes blue you've been you've been you've been 旅程剛走到第二天 眼前的景色果然沒讓我失望 前一天我們從台中經過七甲來到宜蘭 抵達這次的住宿點 在騎摩托車旅行的過程中 宜蘭這個縣市是我每次經過都很想要停 但是卻一次都沒有停下來 每次幾乎都是走馬看話的經過 然後心裡想著 好 留點遺憾 下次有機會一定要排個幾天來騎爆 而這句話 說白了就是想讓當下自己的心理可以好過一點 但是回到家之後又會因為時間工作等等的因素 徹底把它忘得乾乾淨淨的 所以這次我們決定來一場超過四天三夜的旅程 你說這超過四天三夜到底是幾天幾夜 這個問題其實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騎夠了 再說囉 我們昨天從台中出發 來到了這個好山好水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身後 哇 這裡我就是覺得超讚超鄉村的 這裡是宜蘭 那其實一直以來 我對於宜蘭騎摩托車來旅遊呢 講認真的就只有過一次而已 除了那一次之外呢 基本上再也沒有來過宜蘭了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每次環島的時候 就是從花蓮經過宜蘭 也很少住在這邊 來到宜蘭最有名的林道是什麼呢 就是有三條採礦林道 這個五老坑 立坝產業道路 太白山 所以這次的旅程裡面呢 這三條林道呢算是必備的 我們就是來玩這個minecraft 我們要去採礦了 希望今天呢 可以一切順利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稍微整理一下之後呢 我們就準備出發了 這次宜蘭 我們把重心放在山裡 打算把這裡的三條礦路 一次跑完 對於這次的行程 我個人也算是蠻期待的啦 尤其是那三條礦場聯絡道 蠻早以前就想要前往了 拖了不知道多久 終於有時間可以前往 出發的時候 真的是超級興奮的 拉力模式調起來 祝福 而這趟旅程比較不一樣的是 終於騎上了890ADBR 準備深入林道 雖然說超過200公斤的車重 加上900mm的座高 感覺還是蠻陡的啦 但是相比剛牽車的時候 已經適應了不少 所以啦 祝我好運 起乘之後第一站我們打算先去吃早餐 從壯圍經過國道5號 騎了大約15分鐘 進入宜蘭市區 來到了 景德 炸醬麵 這間炸醬麵店沒有漂亮的裝潢 門口也只有一塊簡單 面積很大的帆布 比較像是在擋太陽啦 而來到了這間一定要點的 就是炸醬麵還有餛飩湯 炸醬麵的麵條軟Q 醬料的味道也很足夠 小碗的份量 以我狼吞虎咽的程度 大概6-8口之間就沒了 所以如果食量大的朋友 可以點大碗的 真的讓我想到馬來西亞的那個 飛麵 現在我就來嚐一嚐 它跟飛麵到底是不是一樣的 嗯 欸好吃耶 我覺得它醬蠻厲害的 麵也蠻Q彈的 它這裡有蠻醬就對了 所以如果你有來試這間的話呢 如果你覺得好吃的話 你可以跟它買醬 然後現在我來繼續吃了 而這餛飩湯 肉餡吃得出來很新鮮 湯頭也不會過鹹 還有一股鮮味 炸醬麵配餛飩湯當早餐 對我這個台中人來說 其實蠻OK的啦 吃飽喝足之後 我們正式展開今天的行程 第一天 我們會跑三條礦路中的其中兩條 首先第一條 麗霸產業道路 或者你要叫它安平坑領道 也是可以啦 麗霸產業道路的入口處 位於宜蘭東三鄉 所以我們首先從宜蘭市區 接到191線道 一路往南前進 其實在我結束這輛旅程後 我覺得宜蘭真的很適合騎車 我不知道是因為剛好我們這次行程安排的關係 還是因為宜蘭真的不大 每個點之間要騎的路程 都不會像花蓮台東那樣 要花上比較長的時間 宜蘭的路網 可以說有三條比較大條的縱向公路組成 由最靠海邊的台二線 到國五高架下方的191線道 再到靠近山區的台九線 以我們這次的旅程來說 每個停留點之間 大約花不到20-30分鐘 就都可以抵達了 也因為這次大部分的停留點 都是山區 林道 沙灘 所以可以少騎一點公路 也真的蠻舒服的啦 離開市區我們來到東三鄉 因為當天的天氣實在是太熱了 而這間Seven 是要進入林道前的最後一間便利商店 所以在Seven的東森門市 買水、買食物 做最後一次補給 補給完之後 接著就是加油 我們現在台九線的加油站 八九零油箱比較大 我們昨天最後一次加油在離山 然後從離山加滿油之後 一路騎到宜蘭 這個油量應該是非常夠 所以我們上去之前就不加油 那我們今天第一條林道 立霸產業道路 據說終點非常的漂亮 是一個非常大的廢棄的礦坑 那我個人是還蠻期待的 因為之前也看過蠻多他那邊的照片 希望路況好一點 呵呵呵呵 哇不然騎這個去 我是實在是 說真的心裡有點騷抖 不過我覺得應該是穩的啦 等一下就準備出發啦 等待同行遊人加完油我們出發 其實我覺得在宜蘭的這幾條礦路 入口處幾乎都不會太難找 都有明顯的地標 像是立霸產業道路 就是台九線到了大安廟的牌樓之後 沿著135香道轉進去 一路上都有訊號 直接Google導航就可以到了 撞過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后来在立巴集团破产之后 改由润态集团接手 不过因为环平等等的因素 最终停止开采 就一直荒废到了现在 从牌楼右转之后 马上就可以注意到 在道路周围 有各种各样 以前采矿时留下的痕迹 包含像是住家周边的建筑 以及头顶上运石缆车的遗迹 我们也算是进入了 被时间遗忘的矿场 安平跟林道 全长超过17公里 与其称它为林道 其实我更偏好叫它产业道路啦 因为经过目前已经废弃了管制站之后 大概有8到10公里的薄油路段 以产业道路来说 路况算是蛮好的啦 只是路幅超窄 汽车在这边是没办法随意汇车的 只有在某几段稍微宽敞一点的路段 才可以汇车 而一开始 就是数不清的上坡法夹弯 道路两边的杂草超级茂密 茂密到差点以为自己就骑在森林里面 前方的视野 也会因为被杂草遮挡住 弯中 基本上你完全看不到对象有没有来车 所以在这边 速度还是不要太快 反正慢慢骑也还蛮舒服的 而在整段薄油路中 我觉得一定要停下来的一个点 就是在过了废弃管制战之后 大约3K的这个展望处 可以直接俯瞰整个蓝阳平原 视野真的超级好 尤其是龟山岛 在这里更显的传神 各位朋友 我们现在人来到了这个 立坝产业道路 安平坑林道 相信对于爱奇图路的人来说啦 一开始呢 你一定会觉得应该还好 蛮无聊的 因为都是柏油路 但是 这个沿途的风景呢 其实真的蛮壮观的 尤其是当你在好天气来的时候 像现在我身后 大家看到的这条河呢 应该就是东山河吧 龟山岛就在那边 突然觉得龟山岛离我们特别的近 整个蓝阳平原呢 你可以一览无遗 真的非常的赞 其实在你进入这个牌楼之后 沿路起的时候呢 基本上你就可以时不时的往你的右边稍微看一下 这条是我们刚才从下面上来准备要往这边的 然后这边呢有一块小腹地 可以停车 所以如果你喜欢看风景的话呢 我觉得这块地方真的非常的适合 不过有一点呢 比较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就是记得补充水分 尤其是最近呢 天气真的很热 这边唯一缺点好不好 小小的缺点就是没有遮蔽物而已 剩下的呢 风景真的非常赞 现在呢 让我们先往立坝产业道路 上面那个矿场前进 狗狗 虽然这边没有遮蔽物 但是我们还是在这边停了大概20分钟 欣赏完了整个蓝阳平原 还有龟山岛后 继续启程 又往前骑了不到10分钟 薄油路上会开始出现一小段一小段的历史路面 当下心里想说 终于啊 要开始offroad了 但是骑不到三秒钟 又变回了薄油路 我以为土路要开始了 这整段路 几乎都会是一下薄油路 一下offroad的状态 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叫它 产业道路比较适合的原因 而在薄油路面上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 比较需要注意的是 因为在后段接近矿场的时候 我们会来到备阳处 所以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 路面变得潮湿许多 车侧中间也会有比较多青苔 骑程的时候 比较需要注意一点 虽然说历巴产业道路的入口在东三乡 但是在骑程了大约4-5公里之后 我们就会从东三乡进入南澳乡 海拔也一路从入口处不到50公尺 一路攀升到1200公尺 而农物在过了某个湾之后 也突然出现了 一开始其实我很担心 这大浓雾 会把等等矿场的视线全部折挡住 不过随着路程继续前进 我发现这个担心算是多余的啦 因为随着海拔爬升 这风也越来越大 所以当我们来到了矿场的时候 这雾气基本上也就一阵一阵的 也为这个矿场铺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抵达了第一个矿坑我们并没有停下来 因为从空拍画面上来看 这条矿路继续往下走 应该还会有第二个矿场 规模感觉更大 远远的看去就像一座空中花园 所以打算先骑到第二个矿场之后 回程再来这边休息 往下骑了大约三分钟 这时候路边也会出现废弃的矿场遗址 过了刚才那个很大的坑之后呢 那你就会看到有一个超大的建筑物 这应该就是以前他们采矿的时候所用的机具 就是满满的效斑 然后其实在沿路上面你就可以看到 非常的明显 所以我预估呢 等一下里面应该还会有矿坑 然后他们就是从这边弄出来 然后现在这边稍微处理 才接着把它晕下山的 可能卡车会从这边把货柜拉进去 什么之类的吧 然后处理完的呢 就会从上面掉下来 再从这边把它往下载 非常的重观 非常的重观 所以如果你有来安平跟领道呢 不妨骑得慢一点 离开废弃的矿场遗址 接下来的路面 时而狭窄 时而蜿蜒 不过随着矿道主线一路深入 越往上骑 风景也就越加壮丽 吸了大概15分钟 刚刚在画面中的那座矿山 也缓慢的出现在我们眼前 相信我 从现场看 更有压迫感 景色 也更加的壮观 在看到了这座矿山之后 路面就会转变成全部都是历史路 看得出来陆陆续续都有人在走 两条车侧 非常明显 最后 我们实在抵挡不住 眼前这座矿山的景观 所以在下切了大约20分钟之后 就随便找了一个路边 停了下来 因为我原本只知道就是前面那个矿坑而已 真的超壮观的 但是石头啊 真的超大颗的 这应该就是这边的石头吧 我有一个坏坏的想法 好想 好想要 然后这里面 哇好高哦 大家看 一层一层这样挖出来的 最让我觉得壮观的就是这一条 这一条真的是超级壮观 这个石头 其实啊 在我们从那个经过刚才那个比较大的矿坑之后啊 再往下骑 路况一路上都还蛮好的 7890来非常的舒服 那如果你有来的话呢 我个人非常建议 骑到第二个这个矿坑 超壮观 我觉得 甚至比第一个还要壮观 只是呢第一个我觉得它的壮观原因是因为它是一圈一圈的 它就是已经挖成一个坑了 但是这里呢就不一样 这里它是面向后面 像我后面这边 后面这边呢是另外一座山 然后呢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呢就准备回头了 而来到这里 露营椅 我觉得 绝对是必备的 把车停好 停下来 坐着欣赏眼前这片风景 绝对是 形矿神怡啦 在我第一眼从这个角度望向这座矿山的时候 心里非常的震撼 海拔超过1400公尺的蓝坎山地区 因为矿迈中富含石灰石 而这刚好是房屋必备建材 水泥的原料 所以在蓝坎山这附近的区域 就有着4-5座矿场 为了稳定地质 同时最大化利益 在开采矿石的过程中 会形成像是阶梯状的结构 而这一层一层的结构 像是标示着自然界的年轮 我不会说这里有多美多棒多清幽 因为不可否认的 采矿对于山体来说 几乎是不可逆的破坏 看到山上这一圈一圈的年轮 心里也会跟着稍微沉重起来 但在这一座座矿山的背后 又何尝不是我们的家园呢 如何在不破坏自然环境 与经济利益中取得平衡 是目前我们急需面对的问题 沿着这条矿路继续往下 可以一直到车型终点 也就是雅丁温泉的下切处 不过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下午还有个五老坑林道 所以这里又再度忍痛 留点遗憾 下次有时间再来 没想到都安排了超过四天的行程了 还是得留点遗憾 这条矿路继续往下切处 在这条矿路继续往下切处 在这条矿路上 再来到立巴产业道路前 其实我在网路上有稍微看了一下 算是路况的攻略吧 不过大部分的车友 好像都是骑到刚刚第一个矿坑 就没有再继续往下了 我自己是觉得蛮可惜的啦 下次前往立巴产业道路 我应该还会安排往太白山 蓝坎山 以及另外一条支线走一走 宜兰颠覆了我的印象 宜兰颠覆了我的印象 我对宜兰的印象呢 基本上就只有蓝洋平原而已 就是全部都是平的 没有山 然后什么都没有 然后结果没想到 一来第一个领道 马上就让我印象深刻 安平坑领道 矿山 有机会就可以来走一走 好不好 那等一下我们稍微在这边休息一下 就准备前往我们下一条领道 五老坑领道 离开立巴产业道路我们回到台九县 原本想说在下午的五老坑领道前 先去吃午餐 不过天气真的是太热 完全没有食欲 加上当时想说五老坑领道里面 刚好有聊K 所以啦 一行人最后决定 干脆不吃午餐了 简单在便利商店买个凉面 就直接往五老坑领道出发了 立巴产业道路和五老坑领道的距离 说真的没有太远 甚至 他们就在同一座山附近 所以在台九县上 我们从东三香 来到了苏澳镇 骑了不到十分钟 看到新大水泥之后 右转 在右转了之后 我们一瞬间来到了矿区 头上有矿车在走 旁边则是满满的白色矿石 往下骑经过蓝色水门之后 我们也进入了 五老坑领道 五老坑领道 成功 三马 了 凌展 在去玩的立巴產業道路之後呢 我們現在人來到了這個距離立巴產業道路呢 算是非常近 從立巴產業道路的入口處 騎到我們現在來到的這個林道呢 五老坑林道 只要不到20分鐘的時間而已 那我覺得呢 這也是這幾條礦場林道呢 騎起來蠻舒服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每一個入口處跟入口處之間的距離呢 其實都蠻近的 目前這個牌子上面是寫 0到11.9公里 車輛可通行 那終點呢 我想應該是礦場啦 我記得 剛剛我們從這個蘇澳新站 對面那個信大水泥騎進來的 那我想這個上面的礦場呢 應該就是信大水泥在這邊的礦場了 然後據說在騎進五老坑 要到這個終點的礦場前呢 會有幾處聊K 剛好今天天氣非常的熱 所以呢 我們剛剛還去Seven 買了這個涼麵 還有KobiO 所以等一下呢 在我們碰到水的時候呢 我們應該會好好的 把椅子打起來 把車停在旁邊 坐在水上面 然後享用我們的涼麵加KobiO 應該是會蠻舒服的 以現在這個溫度 我已經迫不及待想要玩睡了 不要再廢話了好不好 準備進入五老坑林道 五老坑林道算是這次來宜蘭的三條礦路中 最親民 同時也是路況最好的一條 從這林道路標出發之後 比較讓我感興趣的 是這右手邊 有一整片溪谷 溪谷中有車側的痕跡 不過因為我們是第一次來到這裡 所以這才剛進五老坑林道 我已經預想的到 等等應該 又要留點遺憾了 以剛剛的林道路標為起點 五老坑林道的終點 是新大水泥的礦場 總長超過17公里 目前車輛可通行的路段 大約是11.9公里 也因為目前新大水泥還持續在運作 平時也都會有大車 在礦場的工作人員上下班 所以目前林道上兩邊的車側 都已經被壓得非常結實了 全段都是高速林道 路況真的非常好 而唯一需要注意的一點 就是絕對 絕對 絕對 因為很重要 所以一定要說三遍 絕對不要像我一樣 傻傻的在假日 來到這裡 車子真的超級多 在出發短短不到30秒之內 就會有三遍車 所以如果你真的沒辦法 只能在假日來到這邊的話 那車速 還是盡量放慢一點 會比較好啦 因為這一天來到這邊的時間是假日 所以後來我在平日 又再來補了一次素材 多騎一次 也不錯啦 而烏浪跟林道我覺得有一個特別好玩的地方 就是從入口處再到終點前 我們會需要經過四道 東無老坑溪的溪水 當然 熱暑人的天氣 一看到水 就是給他全身沖涼再說了 第一道水全身就直接濕透了 不過還好因為天氣蠻熱的 所以就算全身濕 騎車稍微吹個風 不用太多時間就會乾了 也不用怕感冒 而在林道裡的這四道水 每一道的深度都不深 大約30-50公分 所以騎著890ADV 基本上完全不需要選路線 直接隨便亂騎 無腦給他補油 就完事了 除了四道需要射水的路段 在無老坑的林道裡面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點 就是其實騎在林道的主線上 你就看得出來 這裡的石灰石礦產非常的豐富 林道路面全部都是白色的 加上我們大約是在一兩點來到這裡 太陽很大 所以其實在剛進入這條林道的時候 陽光反射在主線的路面上 也讓我覺得這條林道雖然位處深山 但是卻沒有其他林道那種陰暗 優斃的感覺 過了第一道水之後 我們又騎了大概5分鐘 來到了第二段需要射水的路段 而這第二段 則是四段裡面最長的一段 我們現在來到了第二個遼K點 第二個遼K點應該是 四個遼K點裡面 我覺得最長的一個 其實在每一個需要遼K的地方 你就可以看到後面有一個這樣的鐵橋 那這個鐵橋我覺得應該是給 可能像是樹可達 或者是什麼小金望 可愛的車車 排氣管比較低的 怕進水的 如果你不想要全身濕的話 你就可以走上面這個鐵橋 不過看起來年久失修 又加上我們是很喜歡玩水的 所以我們這次完全不會想走那個鐵橋 來這邊了對不對 就是一定要給他玩到全濕的啊 這四道需要射水的路段中 每一個路段的旁邊 都有一座看起來年久失修的鐵橋 這橋 應該是在吸水水位比較高的時候 可以讓人或是摩托車走的橋啦 不過因為我是真的很愛玩水 所以啦 這次就不考慮去走了 過了第二道水繼續往下騎 從這邊開始你會發現路面上會開始出現排水溝 不過水溝上面的蓋子間隙蠻大的 同樣騎著890ADV 或是大輪進的零道車、越野車 比較沒有差啦 前輪掉下去的話補個油就可以過了 不過如果是騎小車的話 可能就要稍微有點角度的騎過去 而這樣的水溝蓋 會一路從過了第二道水之後 一直持續到終點 騎乘的時候還是需要注意一下 第三道水是四段裡面最短的一段 過了這邊之後你可以開始往頭頂上面看 因為剛剛在入口處看到的空中纜車 從這邊開始會大量發生 有時間的話一定要好好停下來記錄一下 因為我真的覺得超可愛的 而這纜車裡的乘客不是別人 這人是山上踩的礦石 採用空運的方式 直接運到山下剛剛經過了處理場 高效的同時 也讓五老坑領道成為了一條舒服的領道 在這邊基本上不太會遇到那種大卡車 載著礦石上上下下的情況啦 而也因為臨到了某些位置 剛好處在空中纜車行進的正下方 所以五老坑領道中 也會有這種類似名隧道的防護棚 相信我騎到這邊 你也會覺得你來到了 侏羅紀世界 多瑞地派在大地上 在最後一道水這邊我們選擇稍微放鬆一下 把車子停在旁邊 椅子給它擺起來 防水包當腳墊 坐在溪中 刻著涼麵 喝起 Copy Oping Cosson 簡單吃完東西之後我們繼續啟程往終點出發 過了4次吸水後 接下來路況又會變得超級好 從原本的歷史路又變回了水泥鋪狀的路面 不過在這途中會有一兩段還是很潮濕的狀態 所以來到水泥路段 可以稍微放慢速度啦 最後我們從第四到吸水出發又騎了大概5分鐘 經過了這個大家都叫它霍爾移動城堡的建築 來到了吳老坑林道的車型終點 信大水泥礦場 剛過三點而已 騎到了這個吳老坑林道的終點 那整條林道呢我個人是覺得 它其實不算一條太長的林道啦 整條路況非常好 沿途亂騎亂捕 可以騎得非常爽 在這個吳老坑裡面呢應該是有我們不知道的地方是有那種比較Hardcore一點的路線 那我們是沒有打算要去啦 其實這台應該我覺得我能力還沒辦法 然後我覺得 從我們今天早上去的這個吳老坑產業道路 然後再到這個吳老坑林道 我覺得這兩條林道呢真的都是非常適合新手 算是真的蠻入門級的林道啦 連我都可以騎得很好的 然後它也沒有太多那種岔路 就是會讓你覺得說好像進去了之後 你就會出不來那種感覺 如果你有剛好來北部的話呢 就是來宜蘭的話 我覺得你也可以順道來訪 然後如果啦 就是小小的提醒一下好了 因為那個吳老坑 它沿途有過水 那我覺得你可以把你的椅子也一併帶過來 然後稍微在這邊稍微野餐一下 每一次聊K 那旁邊都超多人坐在那邊 超級趣喔的 下次有機會的話呢 我想我們應該也會想要來這邊 稍微野餐一下 後來我們這邊休息的時候 遇到新大水泥的管理員 人真的超級好 聊著聊著 還跟我們介紹起了這附近的各個礦區 以及他們的工作方式 最後剛好有一台 載著晚班工作人員的大卡車 上山準備換班 所以我們也打算開始起乘下山了 好啦 這邊稍微待了一下之後呢 準備 要怎麼辦 準備要下去了 這條路啊 其實還是有這個新大水泥的 在上下班的人下去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 哇 現在大卡車 準備出發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哇他要讓我們先過人真好 最後我們回到了第四道水 又待了一個多小時 才依依不捨 在夕陽時分 離開無老坑林道 原本的計畫是在第二天一早 就出發往最後一條礦路 台泥的太白山礦區 但是後來經過一行人討論之後 決定今天去另外一條林道還有秘境 太白山礦場 則是打算明天再去 反正這趟宜蘭 我們也不確定自己到底會待幾天 所以往後延一天 也可以啦 確定了行程之後 就準備出發了 第二天這一早才剛出發不到五秒 不知道是誰的幾百塊 就從我面前飛了過來 看了出來一行人都很想要騎車啦 都噴錢了 還是繼續往前騎 完全沒聽到我的喇叭聲 而今天我們的第一個行程 連我自己都沒有聽過 第一次聽到 還以為我們是要去這條林道裡面找魔戒的 古魯林道 古魯林道入口處位於宜蘭大同鄉的韓西部落 從壯圍出發之後 我們騎了大概30分鐘 來到韓西部落 一開始我聽到韓西部落 就對這個名字感到超級好奇 到底是哪一條溪 冷到可以叫韓西 後來查了一下 才知道這韓西 指的是羅東溪的上游 翻射坑溪 也叫古魯溪 據說這裡的溪水冰冷透骨 所以才有韓西的稱號 而韓西這個原鄉部落 是個泰雅族部落 地理位置不算太成山 從市區過來 也就大概不到30分鐘的車程 海拔高度也不算太高 只有250公尺而已 而在這邊最有名的 就是這座宜蘭最長的鋼索吊橋 韓西吊橋 宜蘭最長的鋼索吊橋 韓西吊橋 哇非常的有特色啊 這座顏色鮮豔的韓西吊橋 全長324公尺 是宜蘭最長的鋼索吊橋 橫跨翻射坑溪 連接了韓西部落 與對岸的華星部落 從外觀上來看 看得出來他已經使用了超過30年了 顏色雖然鮮豔 但是帶著繡斑 在這裡我沒有待很久 簡單飛個空拍機 就準備繼續往古武林道前進了 離開韓西部落 接下來的路段 就開始進入產業道路了 過了古路橋 我們往前騎了大約3分鐘 抵達了古武林道0K的柵欄 目前古武林道禁止汽車通行 摩托車、自行車、行人 都是可以自由通行 也不需要申請的 雖然說目前古武林道 車行距離只有短短的2公里 但是在以前他可以通往翠峰湖 如同台灣的其他林道 古武林道原本 是大園山林場的運財林道 但是後來因為大園山林場的產量逐漸減少 維護逐漸不符成本 最後才撤了大園工作站 古武林道也就這樣走入了歷史 當我真正走進這條林道 我自己是覺得蠻可惜的啦 因為光是這2公里 林道主線上的路況 就像是走進了一條時光隧道 眼前的視野幾乎都被綠色植物覆蓋 只剩下車側的痕跡 只剩下車側的痕跡 大園解說站 各位我們現在人來到了這個 古武林道這邊應該算是終點了 其實以前他應該還可以再繼續往下走 但是現在據說後面已經崩了 那只能用步行的進去 步行進去會到哪裡呢 我們之前去太平山的時候 原本要去走一座叫做翠峰湖 這邊就可以通到那邊 但是很可惜現在因為崩塌了 只能用走的啦 看我全身汗就知道 這次沒有要走 看到大園解說站之後 其實再往下 還有一小段不到30公尺的路段可以走 芒草長得蠻高的 而如果想要再進去 可能就要小車了 後面只能用走的 因為他那個什麼 車側只剩下一條 然後超不明顯的 那應該是人家下潛溪谷在走的 其實在這邊啊 這個終點呢會非常的明顯 原因是因為呢 這邊有一座 以前好像是警察局啦 然後現在呢 變成大園解說站 尤其這樣 從外面騎進來順順騎 慢慢騎 不到15分鐘就到了 然後在這個解說站呢 有一點 讓我特別的印象深刻是什麼 剛剛因為有獵人啊 經過這邊 稍微問了一下 這一個到底是什麼動物的骨頭 然後那個獵人呢 跟我講說這是三槍 終點大概就是這邊 需要爬樓梯上來 那邊有腹地 剛剛也有騎上來 可以騎到這邊拍照 等一下我們準備去吃午餐 我覺得如果你也想騎車來鼓舞林道 那可以順道安排幾個點 因為林道只有2公里 從我們進去到出來 也就不到半個小時的時間而已 下次我想我應該會再去附近的不老部落走一走 離開鼓舞林道 我們也準備去吃午餐了 我們回家了 午餐我們來到三星鄉的 回家咖啡 這間有著濃厚復古風格的咖啡廳 老闆以前是一位專業的攝影師 人真的超級親切 超級熱情 在吃飯前 首先 會幫你拍一張照片 拍完的照片 則會變成咖啡上的拉花 而這裡的餐點不只分量多 我自己是覺得也蠻好吃的啦 如果你有來回家咖啡的話 然後你肚子會餓 你要點餐的話 我是非常建議你啦 兩個人可以吃一個套餐 因為他分量真的超多 這是一人份喔 這樣是一人份 然後這是我們點的 這是雞腿 然後這是海鮮燉飯 海鮮燉飯也超大 我的手掌大概是這樣 然後他是這樣 然後這也是一人份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有來的話呢 兩個人點一個就可以了 一定要加套餐 套餐就會送我這張帥氣的臉 當然到時候來的時候 不是我的帥氣的臉 是你的臉 他餐點的份量真的算蠻多的啦 很讚 然後現在我要繼續吃了 狗哥 吃飽喝足我們也準備離家 踏上下午的旅程 走出咖啡廳的時候 雖然時間才下午不到2點 但是天色真的超級暗 看來等等準備雨戰了 下午的行程 我們準備往山上走 去一個可以俯瞰整個 藍陽平原的制高點 從台七餅線轉進南湖路 穿越過一整片綠色稻田 在經過稻田之後 路幅會變得越來越小條 路面也會變成水泥鋪裝的路面 從七餅轉進來之後 大概騎了不到5分鐘 這裡比較需要注意 因為兩邊的樹木 實在是太濃密了 陽光基本上完全照不到路面 所以青苔真的超級多 有想前往的朋友 一定要走在車側上 當天因為已經快下雨了 加上樹林裡面真的太暗 所以從運動相機上看 幾乎看不太到青苔 但是實際上是有蠻多段的路面 全部都是綠色的 最後我們一路騎到了山頂 來到了阿甘果園 阿甘果園 剛剛我本來想說 飛一下空拍機 但是一直閃電 怕怕的 所以飛出去又趕快飛回來 然後其實我覺得我們這時候來 雖然是有一點稍稍的晚了啦 因為準備要下雨了 這個後面的環境呢 應該有一點點的雨聲 還有雷聲 從這裡的山區呢 可以直接看到海洋線 我甚至都覺得我看到了台俄線了 視野真的很好 不會被任何的樹擋住 所以你可以直接看到整個 藍陽平原上面 不管是農地啊 稻田啊 然後還有一些 有人在什麼 上木頭啊 然後還有鐵路啊 都看得一清二楚 可以看到那邊不太妙 那邊已經 非常的霧了 我是覺得應該不會笑到我們這邊啦 到底會不會下 Emergency!Emergency! 火要來啊 火要來啊 我覺得這次有點可惜 我空拍機飛一半而已 就開始閃電了 然後呢 拿著相機 想說稍微記錄一下 結果呢 雨就滴下來了 嘿嘿嘿嘿 那我現在呢趕快 火要飛落來了 Let's go 我覺得這裡真的是 視野很好的一個地方 可惜老天不作美 跨上車之後 雨馬上就來了 所以只好下次有機會再過來 下山之後 因為雨時還是太大了 所以我們打算找個地方 討論一下接下來的行程 最後決定 既然山區下雨 那我們乾脆直接去海邊 在公路上騎了大約30分鐘 我們也來到了撞圍沙灘 當天可能是因為山區下大雨 所以大家都往海邊跑 我們到的時候 沙灘上已經停了將近20台車 算是蠻熱門的一個景點啦 而在這邊除了看海 還可以直接看到遠方的龜山島 所以這拍照 不管從哪個角度 都拍得到龜山島 而如果你不騎車 我覺得這個沙灘也算是蠻安全的 可以開車來這邊 直接把車 停在沙灘上 然後好好的耍廢 也是蠻舒服的啦 我覺得啊 我們今天呢 算是應貨得福 因為山區在下雨 所以呢我們一路 從山區 現在來到了這個海邊 很多車子開進來 整個宜蘭裡面啊 其實基本上 你不管從哪一個角度 你只要往海邊看 這個龜山島呢 映入眼簾輕輕鬆鬆啦 看過去真的非常的清楚 很棒的一個地方 那鑒於馬來西亞這個沙灘的經驗 摔了一個狗吃屎 所以呢 小弟剛剛算是騎得蠻保守的 騎一小段而已 但是呢 又覺得有點不太夠 我們先在這邊稍微拍幾張照片 繼續騎爆 雖然在馬來西亞騎沙灘的時候 我摔了一個狗吃屎 但是來到這邊 一定還是要給他騎爆的啦 呼呼呼 可能會再去做一個狗殺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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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不起 我点了前刹车 应该有两个小时了吧 好爽啊 我觉得这个沙滩如果你要来宜兰的话 绝对要来 为什么会觉得这边很安全的原因 就是因为基本上 因为现在是涨潮 那从我们来到现在呢 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那个海岸线呢 一直一直的在往岸上逼近 但是 因为这边可能是被冲击的关系 有升高了一点 所以海岸呢 这么大都不会往上打 更棒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夕阳在后面迎接我们 我真的觉得超棒的 龟山岛还有夕阳一次满足 因为现在太阳是从我后方出来 海岸呢是在这边 所以如果你有来宜兰的话 我觉得不妨日出 虽然我是起不来 然后我现在呢要好好来享受一下这个 剩余的日落时间了 非常的舒服 耍废一下 耍废完了之后呢 等一下就准备回去了 太赞了 真的太赞了 好啦各位 玩完了 非常的爽 这边真的很好玩 现在准备要回去了 然后等下就吃晚餐 就这样一路从下午接近四点 我们玩到了超过六点 直到太阳都快下山了 才依依不舍离开这沙滩 出发回住宿点 而旅程到现在 我好像都还没有提到我们这次住宿的地方 这次很感谢我们好朋友的干妈 收留了我们 晚餐还煮了一大顿 超级丰盛 然后超好吃的家常菜 真的很幸福啦 各位我们现在回到宜兰的家了 那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呢 是位于宜兰的壮围 那这边呢 非常感谢我们的 我都叫他干妈 因为呢 他是我们好朋友的干妈 我们之前去木骨木鱼的时候 就是他带我们去的 干妈 感谢你 一桌这么摧操的 我都不好意思了呢 干妈 比较害羞一点 这已经十几菜了 刚好呢 现在肚子非常饿 所以等一下呢 我们就准备要吃饭了 晚上在吃饱喝足了之后 我们就早早休息 准备迎接明天的行程了 今天是我们来到宜兰的第三天了 然后我们今天呢 准备去这个 位于宜兰的三个矿场林道的最后一个矿场 太白山 第三天早上 我们准备前往这次在宜兰的最后一个矿路 太白山矿场 出发之后 在7分补给完 我们也开始往苏澳的方向前进 从地图上来看 这次的矿场旅程 从第一天开始的力霸产业道路 到五老坑林道 再到今天准备前往的太白山矿场 我们也刚好算是从整个宜兰的西到东北到南 这个顺序骑程 这三条矿路 入口与入口之间的距离 骑摩托车的话 也刚好都相隔不到10分钟而已 所以如果在一天里面 跑完这三个地方 我觉得一定也是没问题的啦 从壮围出发 那我们骑了大概30分钟 进入了白米社区 白米社区位于宜兰苏澳的小山谷中 地理位置上三面环山 而这里 因为出产制造水泥原料的白色矿石 俗称北米亚 所以就叫白米社区 白米社区因矿石业兴起而繁荣 但后来 也因为这项产业带来的环境破坏 而逐渐没落 矿石加工厂带来了漫天的灰尘 使得这里曾经变为全台湾 落成量最大的地方 同时也因为这里的社区叫白米社区 所以自然而然的 在这里的矿道 也有另一个很有意境的名字 白米林道 味道 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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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在我们进入这条矿路之前 就遇到了一台大卡车正准备下山 和前天去的五老坑领道一样 台泥在这里的矿场 目前仍然还有在运作 所以如果有想前往的朋友们 速度要记得放慢一点 刚进入这条矿道 如同它的名字 白米林道 这整个路面就跟五老坑一样 全部都是白的 同时从起点进入后不到1K 这个法加弯上坡 就开始了 从空拍机画面上来看 整个白米林道从山下一路蜿蜒到山顶上 整路几乎都是180度 加上有坡度的法夹弯 从起点的海拔大约60公尺 一路爬升到海拔大约800公尺的终点 所以一开始的路段基本上都是陡上 路面上会布满大大小小的石头 在弯中稍微大补一下油门 还可以稍微体会一下 后轮滑来滑去的感觉 从进入这条林道开始 我心里有一种感觉就是 这条林道大概是我们这一趟行程 跑的三条矿路里面 路况最好玩的一条 立巴产业道路因为真的太多博油路了 前10K骑起来会觉得没有什么乐趣 而乌老坑林道路面则是因为被大卡车压得很实 骑在上面也蛮像在骑公路的 而这条白米林道 路面虽然说也是被压得很实啦 但是全段几乎都会有滚动的石头 所以骑在上面算还蛮刺激的 同时在6K处的这个展望点 也非常值得停下来好好欣赏 我没想到这边居然还有这个牌子啊 我们现在这边呢6K 如果你有来的话 诚心的建议你可以停下来 在这边呢有一处展望 我觉得呢这展望非常的好 你可以看到你上来的路基 然后甚至哪里可以看到那个书花改 然后南方号呢就在我们的正后方 南方号就在那边 所以这边的风景呢特别好 我相信等一下上去的时候呢 应该也会蛮好的啦 那因为刚刚在下面路口处的时候呢 那边有一台卡车 它刚好出去 所以呢我就没有停下来拍 我们就直接往上 因为那时候会车 那这条铃道呢我觉得路幅还算宽敞 正如我后面 因为它这里啊平常上面目前 好像是台泥层租的啦 所以呢也会有车上上下下的经过 跟吴老坑一样 它上面的那些石头呢 它也是有用那个缆车 在运输的 缆车也是很可爱啦 不过这边的缆车 我觉得比吴老坑那边的缆车 好像体积规模又再更大一点 但是呢没有动 所以等一下呢我们可能路边有停下来的时候 我再拍给大家看 停在那边不动也很可爱 我第一次来 所以其实我也不太知道 它总长大概是多少 不过我目前呢就从下面一路上来的时候 蛮多法夹弯的 法夹弯大概就是180度的那种 从空拍画面上呢 你应该就可以看到 比较需要注意的是呢 刚好有车子下去的时候呢 要小心一点 不要骑太快 可以的话就让他们先过 毕竟他们也算是工作的也很辛苦 然后等一下呢 我们就准备进去出发了 Go Go 然后这边呢还有鸟可以唱歌给我们听 非常的舒服 在这边稍微停留了一下 我们接着继续前进 而这才刚出发没多久 真真马上就撇了一大撇 我觉得骑土路好玩就是好玩在这边啦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在自由和失控的边缘滑行 同时你也会一直期待 下个完之后 领道上的风景 总归一句话 就是前方都是未知 我觉得我们都很幸运啦 可以骑摩托车进领道 看着和别人不一样的风景 诶有石头耶 那上面其实有石头耶 可是为什么不动啊 在我们上山的时候 沿途就会经过五六次像这样的防护棚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 上面的运石缆车 今天没有再移动 当下我是想说 没关系 如果今天缆车没有动的话 那就明天再来补一次素材就好 不过就在我们下山的时候 它动了 这个啊就是他们从上面呢往下运石头 会经过这个领道的主线这边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上面有做一个这个防护网 我是觉得啊 如果你有来到这边的话 然后你想要拍的话呢 我觉得尽量不要待在正下方 就是你可以离它远一点 像我们现在这样 不然它其实如果上面有石头的话 万一它没有装好 或者是突然一个震动的话 那个石头掉下来的话 其实也蛮危险的 不要看它这样小小的一台 但是它其实蛮大台的 而且我觉得 里面应该装了超重的石头 反正就是我觉得这几个矿场呢 非常特别的地方 继续 出发了 最后扣掉休息的时间 从入口处出发 我们一共骑了大概25分钟 来到了百米林道的终点前 最后一段大直线 哇 到了 刚好没有太阳 又很凉啊 而其实过了这段大直线 可以再往上骑大概100公尺 最后来到了这个 终点海拔大约800公尺的矿场入口 就不能再进去了 当下我打开地图来看 发现其实如果再往下骑 我们就可以回到五老坑领道 不过现在因为里面还在采矿 所以没办法走啦 这个太白山矿场 哇 这条领道我个人是觉得真的非常的舒服 尤其是在终点前呢 展望很好 因为它的终点呢 是一个比较算是制高点的地方 所以你从那个制高点 往回往我们骑过来的路呢 反正大家自己看这个照片就知道 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而且今天呢 我们来到这边 老天爷刚好怎么样 超级做美的 它一下起雾 一下出太阳 然后现在呢 又降下了微微的细雨 然后因为这边刚好 两座山中间的一个人线 所以这个风在吹呢 吹起来真的非常的凉爽 我们刚才稍微看了一下地图 那边呢 就是南方澳 因为我们前天有去这个 吴老坑林道嘛 吴老坑林道呢 就在我们正下方 不过之前好像据说是有 有路好像可以通道是不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 是从哪一条啦 不确定 在这边我们又停了大概一个小时 原地耍废 在夏天 吹着山顶的风 真的超级舒服 耍废完之后 就接着下山了 离开白米林道 也代表着 我们跑完了宜蘭的三条采矿林道 我觉得这三条矿路各有各的特色 稍微说一下我的心得好了 力霸产业道路 路况虽然在三条矿路里面 算是比较乏味一点 毕竟是产业道路嘛 但是风景 我觉得是最无敌的 壮观 同时又非常的震撼 尤其是到了第二个矿区那边 而比较可惜的是 这次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没办法走到最后 吴老坑林道 骑起来真的很爽 整路完全不用选路线 一路乱补乱骑 就可以到终点的矿场 从起点到终点的这个过程 还可以玩水 真的很适合夏天去 但是切记 假日会从吴老坑林道 变成吴老坑黄昏市场 绝对绝对绝对 不要在假日的时候前往 白米林道 终点的景观很美 沿途可以享受撇后轮的快感 比较可惜的是 有大车会时不时出现 骑乘的过程还是需要稍微注意 而这三条矿道 因为这次都有留点遗憾 所以在下个月 也就是9月1、2、3号 我们会举办今年的 带观众去骑车 一起和大家骑爆这三条矿道 而这次的路线 就不止有主线的部分啦 会让大家去其他支线晃晃 所以如果你有领道经验 同时也对这三条矿场领道感兴趣的话 欢迎在看完影片之后 在影片下方资讯栏的连结报名 那我们就9月见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那这部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 如果看完这部影片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呢 不要忘了在影片下方 按赞订阅留言分享哦 我是鲁特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